哈哈哈哈 你這樣子還要領通告費 總統都可以這樣 我為什麼不行 你過來 趙董事長 很怕打很怕 會怕打會怕 我就只要問說 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請大家去問趙董事長 他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氣 上禮拜我坐在這裡 是韓國語罵我 很多 今天為什麼連趙董事長 你都要生氣 不同的記者又提了王毅穿三個字 你就整個講起來 不要生氣 這只是一個一般的人民 你我一般的人民都不可以問你問題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當上了什麼副總統 那你那種高高在上的那種樣子 有人真的不敢說我 而且第二個他說 你們要問是吧 拿賴清德跟柯文就來問我 賴清德 柯文就問侯友宜 關你什麼事 對啊 你只能回答那個蕭美琴 跟吳欣穎 像我 我的對手就是韓國語跟黃國昌 沒錯 我現在沒有空理你 我現在要專心對付 黃國語跟黃國昌 不要來干擾我 王毅川只是刻在黃國昌心裡的名字 還沒有要刻到你心裡 你現在 換時間 這是大夫的節目 還要哽咽一下 你這樣子還要領通告費 總統都可以這樣 我為什麼不行 奇怪 戴口罩 總統辯護會就可以混過去了 因為以後有新招 因為以後遇到凹不過去就 這樣我們就放過你 好 你就暗示 好 等一下講到這個 侯友宜的地上 不會 不會 你就咳嗽 好不好 就咳嗽 直求對決 狀況是這樣子 第一件事情 不要再消費蔣衛水 蔣衛水如果 如果2024現在還活著 會不會支持民進黨 我不敢操團 百分之百 不可能投國民黨 跟民眾黨 什麼 怎麼可能 蔣衛水會投國民黨 你也拜託一下 對不對 對 蔣衛水我講句難聽一點 蔣衛水如果多活幾年 搞不好國民黨 就是他的兇手 對不對 他挺得過白色恐怖嗎 百分之百 不可能投國民黨 所以民眾黨消費獎 為什麼會覺得很噁心 對 連國民黨都來消費 不是很誇張嗎 誇張 如果有一天 民進黨墮落到 譬如說賴清德說 我是蔣中正的信徒 哇塞 你們會吐我吧 會 就扒竿子打不著的事情 有什麼好消費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好有意用 拚命在罵 你賴清德繼承 蔡英文的國家路線 然後造成我們斷交什麼什麼之類的 飛機來 這是昨天侯儀的主軸 主戰場 那我公開就叫侯儀 蔡英文此時此刻的外交路線 你要取消掉哪一個 好問題 對不對 他要咳嗽了 糟糕 你要取消掉哪一個嗎 你要問他要咳嗽了 印太戰略你要不要跟 跟美國的互動你要不要跟 跟美國的軍演技術你要不要跟 還有國防預算的擴充 來買武器 戰備台灣你要不要跟 跟不跟都可以喔 你可以不跟嘛 還有兵役的部分 兵役的部分啊 對啊 哪一個你要取消哪一個你要跟 講清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跟美國很好 所以中國生氣嘛 氣噗噗嘛 對不對 中國氣噗噗就搞我們 讓我們斷交嘛 對不對 對 那你哪個要取消你公開講啊 對不對 不要騙人嘛 你說蔡英文路線不好 哪裡不好你要取消 說出來 不敢講嘛 等一下院士你可以講來聽聽啊 哪裡不好你要取消 對 對不對 我講句難聽點 蔡英文去美國見 參議院的議長嘛對不對 見完後 中國對我們台灣四個角發射飛彈 對不對 你們侯友宜要不要取消 未來 我如果侯友宜或中華民國政府官員 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我的待遇不要比照蔡英文 盡可能低 跟蔡英文見面 絕對 盡可能低 最好找政長來 不要議長 政長 對不對 不要吹牛嘛 對不對 對 這是回答不出來都騙人了嘛 再來口誤 賴清德確實口誤啦 他原本要講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是這個兩岸的之類之類的 將成中華民國 那口誤就是這樣子 坦白講 口誤被笑是剛好而已 對啊 我們自己也笑趙少康嘛 對不對 趙少康也說賴清德是他的 老闆 老大 對不對 我們也笑嘛 是我心中最好的總統 對 對 國民也笑 所以我也不會雙標 我也不會雙標 被笑剛好 因為本來大家就是要見縫插針嘛 你選舉選上這邊不見縫插針就乖了 所以國民黨一定會笑 可是口誤不可能變主軸嘛 對不對 對 就是說你不可能一路打那些說 你看他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他就承認他講錯了嘛 對 對不對 你可以笑一天兩天 可是就好像賴清德 趙少康恐誤 說賴清德是他的老大 他說老闆 民進黨你不會撒到真的叫趙少康來站台嘛 對不對 就你不會當真嘛 他不會是主軸啦 他不會變主軸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現在一副 大有要把它當成主軸的感覺 有的感覺 對不對 開始了嘛 由上到下之後 當然我都尊重 一個政黨本來就可以有權力決定 他們選戰勝兩週 每一天要怎麼浪費 或每一天要怎麼努力 對不對 對 像最近國民黨打那個 蔡英文的海霸王捐出來 這大歪樓 對 邏輯不... 邏輯令人感到不解 不是...不要講邏輯 就算邏輯都通 好 各位支持台派的朋友 1月13選票看到蔡英文 千萬不要蓋他 好 不要投蔡英文 好 用選票教訓蔡英文 蔡英文就不在選票上嗎 對 搞錯對象 你打一個沒有在選票上的人幹嘛 對 跟王倫背後有很大的邏輯不同 他為什麼租給海霸王 因為在中山北部那個點 好的不得了嘛 旁邊走兩步就續托了嘛 對不對 什麼啦 中山北過去往東 就鈴聲得個景州街口 全山飯店 那是往北走 往東走 就鈴聲北路景州街口 往西走足球場 比足球 那也是瑞德哥相當熟悉的地方 我剛剛採訪新聞18年 每家都去擴檢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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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他的點很好嘛 那市場 那才叫市場機制好不好 跟你侯友宜在文化大學揚明山上 弄了一塊地 房源就很少 你還要去載 學生是完全不一樣的嘛 沒錯 所以我都尊重嘛 反正國民黨要怎麼打都OK 可是邏輯要通 不要迴避該要有的檢視 不要歪容 我覺得這最基本 趙悟康啊 他嘴巴很利很快 反應也快 他在今天早上呢 對我們現場有一位很不滿 對他嗆聲 就是王毅川 我們來看一下趙悟康今天早上 嗆王毅川 算什麼東西啦 哇 好兇 好兇喔 媒體你們要問我問題對不對 只能拿LINE跟柯的議題問他 這件事情有點嚇到我 想說 如果你今天選上 他是副總統 人民要問他問題的話 因為王毅川也是人民之一嘛 對不對 人民要問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被副總統罵說 你什麼東西啊 你算什麼東西啊 問什麼問啊 唉唷 毅川 來來來來 回應一下趙大哥吧 趙總市長 很怕打很怕 會怕打會怕 我昨天問的問題沒有很難 我昨天問的問題說 在場的那個嘉義士的市民 都知道答案 我就只有問說 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請大家去問趙董市長 趙董市長可能會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這樣嘛 像我就不會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也不會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請你們去問趙董市長 我就這樣講 他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氣 上禮拜我坐在這裡 是韓國語罵我 很冷 急急的冷 然後今天 今天為什麼連趙董市長 你都要生氣 等級都很高 你是一個媒體的大亨 我知道 然後你可以指揮你的記者說 問這題問那題 不然你就不要接受訪問 你又生氣 又愛氣 要爭 人家就問你 問你 問你第一次你也打 你也是講什麼台灣 什麼中華民國 講講也講了 不同的記者 又提了王毅川三個字 你就整個講起來 不要生氣 我就只是一個一般的人民 你我一般的人民都不能問你問題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當上了什麼副總統 那你那種高高在上的那個樣子 我們真的不敢說話 而且第二個他說 你們要問是吧 拿賴清德跟柯文就來問我 賴清德 柯文就問侯友宜 關你什麼事 對啊 你只能回答那個蕭美琴 跟吳欣穎 對 對 像我 我的對手就是韓國瑜跟黃國昌 沒錯 我現在沒有空理你 我現在要專心對付韓國瑜跟黃國昌 不要來干擾我 沒有啊 我讓會這個時間 電視媒體的時間 一直在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我是要處理韓國瑜跟黃國昌 所以趙總市長 不要生氣氣 大家有事好好講 尤其你要對媒體記者好一點 不要指責那些記者說 不要再拿黃毅川的問題來嗎 黃毅川只是刻在黃國昌心裡的名字 還沒有要刻到你心裡 你現在刻三人 有三個人刻在心裡 我那天刻了韓國瑜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空理你 你的問題等下一趴再來處理 沒錯 趙康 排後面 對